大家好 欢迎接下来的现场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文跟大陆外长王毅 16号到17号在欧洲的这个国家马尔他来会晤 双方谈了什么 当然中美关系当中的问题都是这个主要的议题 不过其实最关注的就是双方聚焦了台湾议题 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必须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中国的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 遵循必然的历史逻辑是阻挡不了的 中国人民正当的发展权力不容剥夺 双方同意继续落实两国元首巴黎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保持双方高层交往 好 对于这样峰会 其实现在大陆媒体有各种解读 包括了大陆的知名媒体人牛潭 请他也在他的微信上头 他做出了他的分析 他认为说王毅在这一场会谈是料下重话重申 台湾问题就是中美关系的红线 要美方不可逾越 外媒先来解读 王毅跟苏利文的会晤 就是为了十一月可能的拜习会 来做先铺路 另外大陆外交部在今天也证实 王毅今天就出访到俄罗斯 要进行中俄新一轮的战略安全磋商 那路透社先来分析 这个王毅此趟访俄其实是为了可能之后的习谱会 来先做准备 因为现在有消息传出 俄罗斯总统普丁计划在十月的时候 要访问中国大陆出席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好我们回到这个回过头来看 是王毅跟苏利文的这场峰会 当然最让这个台湾民众关心的 就是聚焦的是台湾议题 好美中双方谈了非常多轮 因为根据双方的这个声明稿 跟后来发布了一些官方的文件 都说谈了很多轮 前前后后加起来还有十二个小时之久 但是台湾议题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 好我们刚刚提到这大陆媒体的牛弹琴 他有所分析 他说这个会议的地点选得很巧妙 不在中国大陆也不在美国 跟先前美中高层会晤一样 都选了第三地 而且都是在欧洲 好回顾上一次 其实双方在这个上半年的时候 就曾经见过一次面了 上一次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当时王毅跟苏利文就见过面 好也是选在欧洲 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 好谈了这么久 十二个小时牛弹琴就分析了 这表示说其实中美之间 有非常多的议题要谈 谈的东西是很多的 好层面很广而且内容要很深 那王毅也强调中国大陆的发展 是有强大的内蒸动力 展现的是中国大陆的底气 还有自信 当然也达成了共识 说是继续之后 中美双方都还要 持续来沟通 好当然沟通是好事 现在美中双方交流 渐趋平凡了 因为呢在明天的时候 美东时间18号是我们台北时间的明天 好美国国务院就证实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在明天 要在这个纽约的联合国大会 要跟大陆的国家副主席韩正来会面 不过双方会谈些什么呢 当然是中美关系 现在面临到的种种考验 都会是双方高层要聚焦的话题 好另外呢美国总统拜登也在联大会议的时候 将会见中亚五国也就是哈萨克吉尔吉斯 跟塔吉克还有土库曼乌兹别克的领导人 好根据这个报导进一步指出 美国跟中亚五国的C5加1的对话机制 其实2015年就有了 不过这一次的谈话比较特别 因为它还是往上提升到总统级别 好不过环球时报现在就点出了一个 好可以观察重点就是说 这难道是美国要向中国大陆 释放出了一个讯号吗 似乎也就是说 想要跟中国大陆在中亚这边互相拉拢盟友 好不过持续来看到这个最近消息 就是美军陆战队有一架 具有逆踪功能的F35战机 在星期天的时候惊传失事 这飞行员跳伞获救 但是逆踪功能 竟然让美国的军方也找不到 现在飞机掉到哪里 只能够向民间讨救兵 好根据外媒的报导 这一架F35的闪电2型的战机 17号的时候是在南卡发生了事故坠毁 那这个飞行员弹射逃生 但是军方怎么样都找不到这一架逆踪战机 也被迫在社群媒体上发文 要求民众帮忙找一找 好这一架F35是洛克西的马丁公司 设计生产的一架就要8000万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25亿8000万元 而现在美军要找这样的战机 当然也是煞费苦心 好持续来看到这是第六届的 天津国际直升机的博览会 在9月14号开幕当天 有4天的活动 参展参演的直升机 跟无人机总计是有65架 而其中还首创融合直升机的 炫技表演 超级精彩 相信状况连线国际中心记者韩君磊 是的主播一连四天的 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首日开放给观众参观 迎来6万名观众参与 这场直升机空中特技表演 11架直升机分成两个编队 组成81字样通场飞行 三架直十九直升机 随后表演空中芭蕾 包括悬停回转 以及三机钟摆等高难度动作 展现直升机灵活作战能力 以及飞行员纯熟的技巧和默契 三架直十九直升机在蓝天画布上 完成了一键穿新的图案 随后还展现尾锥螺旋 和四机开花等吸睛环节 接下来登场的直二十 在空中以光导弹 表演凤凰展翅的精彩画面 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 是世上唯一具有飞行表演的直升机展览 参展企业数量超过350家 除了各式各样的直升机 多款新型无人机和飞行器也首次亮相 当中还进行了多场商务洽谈 并达成了三十一个战略合作签约 涉及二十七亿人民币 约一百一十八亿台币 以上是最新情形主播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